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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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午安 很高興看這麼多人又回來了 早上比較少點 因為最後一場 今天這個 session 會介紹 MySQL for VS Code 我想 VS Code 應該也不可能用過 在座有用過 VS Code 的人舉手 我們看看 哇 幾乎每個人都用過 所以這個對各位來說應該挺有幫助的 尤其如果說你今天是開發者 想要在你自己開發平台上面 想要把你的 application 放在 Microsoft 上面 我們這個地方就為各位介紹 怎麼去做 然後它提供的功能是什麼 基本上它會帶來非常完整的功能 很多功能是你以前可能都沒有看過的 還有我們會把以前傳統 比如像 Workbench裡面的一些功能就整個在這裡面 OK 那我們歡迎 Ivan馬為各位帶來 這個 MySQL for VS Code 大家好 今天我是馬楚成 過來講關於 MySQL裡頭的一個開發 開發上面我們可以使用 VS Code 來做 去做的以前是用一個 Workbench 還是其他一些工具 現在很流行 你們都大部分 90% 剛才是沒用 VS Code 舉手的 應該都沒有人 好 看看就是一開頭就是一個調查 我們現在調查跟這個非常精確 你看到70% 這裡是90% 那第二呢 是 我看了 這個 Step Overflow裡頭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是用什麼平台 你看到 我覺得 調查 那些人用的平台是什麼 應該是 Windows 來的 對嗎 不然你很小會使用到 Nookpad也會給 VI 多一點的 Nookpad你會在 Linux上面跑Nookpad 在 Mac上面跑Nookpad 不會 對嗎 Mac上面一定 不然你應該用這個 VM的 VI的 好 那調查過後 我們開了出來 大家都知道 VS Code 是怎麼樣去開出來 但是首先我們談的是 MySQL 那在這裡呢就是 Extension 裡頭去安裝 你只要查 MySQL Shell 應該可以查得到 MySQL Shell 的一個插件 這個插件安裝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的特別有一個紅字 這個紅字呢是 Preview 雖然說這個開了出來都 有沒有兩年 差不多兩年了 所以呢 還是可以 其實可以使用 是一個開發 我們還沒把所有 現在的 Webbench 的大部分功能 簽過來 所以還不說它是 GA 明白的意思嗎 其實它是可用 但是 那邊還沒把它拆掉 這邊不可以 GA 明白的意思嗎 所以還是可以用的 好了 安裝了之後 其實有一些情況 就是呢 你安裝了之後呢 會給你做一些 Copy 的一些 Certificate 所以你要大概知道 安裝了它會問你一些密碼 因為它要把這個 Certificate 把它存起來 那裡頭你會看到的就是 我們連數據庫嘛 連數據庫呢 有幾塊 第一塊呢 我們就是有一個窗口 你可以看到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呢 在上面有一個 database editors 這邊我們會加一些連線 也可以通過加連線的地方 去綁定你本地的數據庫 就是你自己桌面的一個數據庫 也可以訪問一種方法了吧 去遠程登錄的 所以看一看 遠程登錄啊 它加一個線是怎麼樣的 大概呢 你可以看到 在安裝了什麼都沒有 那它在左手邊好像有C個Menu 第一個呢就是Dataway Connection 我加一個連線 那加一個連線呢 主要我們可以本地 也可以通過其他的方法 連接去雲端的 比如說一些SHHTunnel啊 還是通過一些BestInService 那現在是本地的一個連接 通過連root啊 密碼呢 還有IP地址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名的 一個名 這個Local Hoster 那帶進來 我們會看到大概 這個是一個桌面 這個桌面呢是notebook 這個notebook 有什麼功能 當然可以查呢 可以打命令呢 還有它是多語言的支持 多語言的支持是什麼 除了SQL以外 它也可以通過其他的Python啊 JavaScript啊 如果你之前是使用MySQL shell 你大概知道 我們的MySQL shell 也是一個打命令的 一個SQL命令過去 也可以通過JavaScript 還是Python去寫 那這個呢 給我們的一種方法 就是呢 通過一個版面 它查的時候 比較好看 你查一些樹 跑一些命令 它都會寬寬的一種方法 表現出來 讓你方便去回放 回到這個第一行第二行 然後這個是比較方便查詢的 剛才看得到呢 就是這個notebook的界面 notebook的界面呢 我們可以跑 也可以選 那裡頭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桌面 剛才也看到select啦 你可以有一些結果 那結果呢 那表出來 然後這個行 你大小 跟我們一般使用browser的方法 減號啊 加號啊 這可以放大 放小 那這樣子可以看得多一點 還是小一點 那看一看 還有其他的一些什麼好處呢 那看看 在剛剛打開這個連接點 那通過這個連接點 我們可以查 有一些mean 也可以通過 有一個secular的數據庫 查表 鍵表 你如果你用webbench 還有其他圖形化的一些方法 來看這個數據庫 大概都是這樣子呢 可以看到index啊 還是怎麼樣 我們查的時候 它也會 隨時收data 它收data裡頭 它會 對 默認實時 它會查1000 1000行 這個1000還是2000還是3000 當然你可以在卸字的一個地方把它寫進去 因為它查出來 查大量的1萬行你也沒看到 所以呢 它有限的一個limit 1000行去查 還有呢 在裡頭你可以看到 這是給我們一個方便 看這個結果 除了這些呢 當然我們打命令的時候 也通過這種方法呢 你可以給你一些方法 可以寫得很快 還有這個呢 就是typescript tstypescript 就是跟javascript差不多啦 typescript你知道 那所以呢 它可以跑命令 跑命令可以寫for loop 還是怎麼樣 那可以在typescript裡頭 畫圖 畫圖 plot一個chart出來也可以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利用runsql 這些typescript的命令 通過這個連接點 去查看一個表 查出來的 用什麼方法來表現 可以一些 json的一種方法來查 那所以呢 它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也可以畫圖 這個圖 pychart 那pychart 它畫圖呢 vendor這個 結果results 你可以看到 馬上 也可以通過 這些已經寫好的 typescript的一些命令 你可以把它拆開呀 cd呀 還有做其他 不一定spychart 也可以batchart 還有其他的 其實在這個方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用一些lookbook 都是方便的 去使用jupiter 有人用jupiter嗎 seplin 有有 所以呢 大概你看到 這個好像一個donut一樣 所以呢 這個spychart 所以可以利用到 這邊的一種方法 這些是簡單的 其實有一些 複雜的方法 畫圖 畫得很漂亮的 等一陣子 如果我們按這個 所說 myescal admin 這裡頭 可以看很多圖 我可以告訴你 那些圖是怎麼來 就是通過這樣子的 一些命令 來畫出來 就是他用字子來寫字子的 圖出來的 所以看一看 等一陣子給你看 那還有 除了第一個窗口 我們一般的 說連接本地的數據庫 還有就是通過雲平台 也會有我們的oracle雲 那在這個結構上 我們可以通過它來連接後台 雲上的數據庫 比如說今天也會提到 一個myescal heatwave 加速我們的一個myescal的一個性能 還有就是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大概三點鐘左右 我們有一節 可以談到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那在中間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連接 去連到我們的後台 那看一看 這個所說的後台是什麼 我們雲上登陸 你有一個帳號 開了一個帳號 我們就可以登陸 登陸之後 我們會有一些版面 也可以提出一些服務 在提出一些服務 你當然會怎麼連呢 怎麼連 就是通過你的user user裡頭 應該有一些api key 通過一些鑰匙 這個api key呢 我加了之後呢 當然它會有一些pem的 pkcs的一些檔案 這個文件呢 下載private key 把它送到你的一個筆記本裡頭 那這樣子我們就是把這個pem呢 放在我的一個電腦裡頭 放了之後我就有這個鑰匙 但是除了鑰匙 我也要其他的信息給它去連接 很方便 你看這個呢 鑰匙下來呢 放在我們的一個機器上之後 當然這個機器裡頭就是等於我的一個筆記本 進這裡這個板面 然後呢剛剛下來的一個鑰匙 拿pem檔案 我就把這個api key呢 放在這個pem這個路徑裡頭 那這樣子等於所有的 要的一個連接的信息 都放在這個vscode裡頭 可以連到這個雲像 你給這一台機器去連到這個api key 的一個部分 連了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馬上 可以從這個oci平台這個連接的 可以打開 打開了之後 可以拆開有不同的一個compartment 那選定我們的其中一個 MDS development的一個compartment之後 我們可以set current 那set current就是 以後打開不要跑到哪裡去了 因為有可能有很多 所以current的之後 我們之後的很方便 裡頭有可能有一個 某一個我已經創建出來的一個MySQL 那所以呢 通過這個右手鍵 我們會看到可以connect connect是通過baston service 通過baston service是什麼來呢 baston service呢 是在雲像開了一個窗口 開了一個通道 好像SSL的 但是不用付費 只要你的一個 它就是一個對外面打通一個SHH 但是它有鑰匙 但是在VSHOOP它整合這個通道 你好像什麼都沒有打通了 你只要在雲像的某一個IP地址 就是我們在內部的 雲數字庫裡頭的一個IP地址 外面是看不到的 是內部在雲像的 那但是要打通 是通過一個通道 這個通道呢 其中一種方法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baston service 就是過橋了 你過橋 這個呢 好像剛剛只是按 你沒有做什麼 但是它自動 很自動 就連到後台的數據庫 我打 把這個資料 就是剛剛10點1點 什麼來的IP地址 就是內部的IP地址放下來 為什麼可以用呢 因為通過這個所說 放出來的通道 它就會知道後台的IP地址 那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就看到 我剛剛始動了一個中間的MDSDB的一個連接信息 那開了出來呢 我們就當然可以用了 那還有我們有時候是開發的 開發有可能是一些JavaScript 還是做什麼來 先我們待會會說一說 怎麼樣開發了之後 我有一些語句 可以很方便 混來混去的 先講一些就是導數據 那現在在裡頭 我開了在第一個窗口裡頭 我有一個數據庫 因為我剛剛在這邊說連接 連接的時候呢 把整個連接的一個信息放在上面 剛剛有一個只有localhost 我們加了中間的一個MDS development的一個數據庫 那所以呢開出來有兩個接口 那開了出來之後呢 我可以把已經做好的一個數據庫 導出來還有導進去 所以呢在這邊是很方便可以導來導去的 那看一看 剛剛中間的一個部分 我可以通過這個所說的通道 basin surface 連到後台雲上的數據庫 那連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打字的方法 它會知道的大概 這是一些quick match的一種方法 可以把你的一個要的一些命令呢 選出來 等於會也會說的 艾溫都會講的關於 WESTful的surface 我這一段呢 就不講WESTful 那看 這裡頭有一個數據庫 好 我們可以當一個 instance 就是用一些MySQL的消 它其實內部呢是使用MySQL 消的一個故意的方法 來導數據出來 當我們出來的 我們選定一個目錄 把數據呢 不是一個文件 是一個目錄 它裡頭可以很快 冰發的去抓數據導出來 不是一行一行導 它其實它會拆開很多方 你可以 它是冰發去導出來的 同樣 我導了出來也可以 我把這個Sakila刪掉 也可以回放 回放的速度呢 也是速度 因為你導出來的方法 所以送回去的方法也是 一種很快的速度去回放的 那我們也是 剛剛連過去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從我們Local Host導了出來 現在就把這個Sakila 放到我的MDA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導出來之後呢 在本地可以放在雲上 就是把它牽一個數據庫 馬上導出來 然後呢 再在雲上的我們的平台上 也可以通過這個版面 查本地 同樣的去查 我們雲端的 雲上的一個數據庫 那 所以說就是呢 我們的在雲上的OCI上面 其實 不單單是一個簡單的MySQL 也可以支撐呢 一個快速加速器 就是HeatWave 那這個加速的HeatWave呢 我們也可以通過這個命令呢 去查看 也可以等一陣子 也可能呢 去使用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去跑這些東西呢 也可以呢 通過這些版面去做Scaling 你可以看到 Scaling We scale 這是什麼呢 就是MySQL 看來就是一個數據庫 你跟它寫數 插數 它就是寫在它的一個數據庫裡頭 它的旗盤跟它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同一台的 這個就是MySQL 但是我們所說的一個加速呢 它是後面好像有前台跟後台 後台有一堆 不是一台 可以多台 可以一百台 這些是什麼呢 一個很大的機器 它是內存 很聰明 會分析SQL來查數 給你回答你的結果的 那什麼來的 對用戶 對我的開發 是前台 MySQL 我連接我只懂 只會連到我的MySQL 但是我查的時候 它會放在它後台 有人來查ABC的一個表 它給後台說抓ABC表 但是為什麼它會快 因為它把一個大表 一千行 一千萬行的一個大量的數據 還是join 關聯多表的一些 在後台分散的 一二三四台的一些內存 它沒有IO 只是內存的數據庫 把它抓出來 它也聰明 是懂得一些聚合的 什麼還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 不是一個含數據 它是一個列數據庫 但是在什麼來 一個內存 但是是列存 放的一種方法來保留 還要聰明去查 所以它就是一個 好像倉庫數據庫一樣 在後台 但是它是一個內存倉庫數據庫 可以查很大量 不用一些 index 所以也不用 它也可以查得很快 怎麼快呢 看一看 在這邊 我們剛剛開的就是Heat Wave的MDS 裡頭有一個Cluster 一個 一台不夠 加到兩台 三台 四台 就在這個版面 可以隨時去VScale 這個VScale 就是它後台 你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台 這樣子 你選定之後 就把它在遠端的一個命令 發布了之後 它就跟它更新 更新以後 我們就有一個很大量的後台支撐 你對於一個MySQL來講 就是單點的一個訪問 但是後台其實要多台 多台的一個機器 來幫助你加速 所以在這邊就是一個加速的方法 我跳過去 它還在scale 不要等了 等了之後 它其實我們會看到 我在開一個notebook出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查看一些大表 那看一看 在有一個test的一個數據 那裡頭其實它有多大的一些表呢 其實挺多的 我看一看它的函數有多大 其實是2800萬的函數 差不多3000萬的函數 在簡裡我selectgroupby 它用的一個秒數呢 是一秒鐘就查出來 一秒鐘2000萬行的去查 它就是可以查得很快的查出來 我們看一看 這個呢 它還沒有一些 所說的用什麼方法來可以支撐heat wave 又什麼 如果它不可以跑在heat wave 那什麼原因 它可以馬上爆一個速出來 現在它可以跑 你看到 在之前是一秒鐘 現在是155毫秒 如果利用到heat wave 它不是一秒鐘查出來 是毫秒值的查出來 很快速的 還有現在是單表去查 你可以關聯表 有時候我們會查到的一些 說benchmark的查看的時候 一個小時的一個查詢 有可能回來 我只是一分鐘就查出來 快的速度有可能是1000 2000倍的以上的一些查詢的速度 所以heat wave對於大家來講 是很方便 因為你還是通過一個端口 一種myscale的一種方法來編譯 來寫你的應用 但是只要開你的後台支撐 你的一個應用就馬上可以加速 很方便 除了這個所說加速 等一陣子 我們vian呢 也會做一個所說ml machine learning的 通過heat wave 來跟大家去演示 我們看一看 剛剛提到開發 開發 我們有可能是javascript 有可能是look.js 我說 有可能是一些python 看一看 怎麼樣的去 可以通過vscode 來做更好的幫助 看一看 在旁邊是什麼來 是一些python的 寫python的方法 寫python的方法 裡頭有可能你要寫sicle語句 是吧 你要查 要連 看一看 我就查到有一條sicle語句 對吧 這個是大家開發的時候 有可能會要寫的sicle語句 在你的代碼裡頭 你看到嗎 我把這邊可以連到 通過這個db notebook 我放得過來 放得過來 我要改 原來是怎麼樣 現在我要 還是做這個function 還是怎麼樣 要加 要改 改了之後 以前是怎麼樣 改了之後 原來是這樣子 之後你就把它改了之後 再copy回去嗎 你看一看 這樣是我去update原來的一個代碼 放回去了 方便同一個版面 這邊測試 那邊已經改好 所以是一個方便的一個做法 打通你開發跟後台的連接的一個通道 希望大家感受一個一統還是統一的一個平台去做一個開發 那mysicle管理就是剛剛提過很多圖 這些圖我們是利用原來它原生已經有的 剛剛說py chart寫 我們都是同樣的用同樣的代碼 只是我們寫 這樣子等於你也可以寫大概的一些圖表 明白你的意思嗎 我都是這樣寫 等於你都可以寫大概的一個非常好的 好 看一看 是從哪裡來呢 我們打開 有一個admin管理座面 Service status 打開 還沒有什麼圖 但是連接的一些信息查得出來 那裡頭有一個performance dashboard 我們一個一個來 Status 看Connection 它會給你一些表 也會知道大概 在服務器上面有沒有一些功能打開呢 比如說企業版有打開什麼來 我們都可以通過這些版面去查看 然後 看Connection 打開 有幾條連接 播進來 播了進來 我們要做什麼也可以在這邊查看 重點來了 就是Performance Schemer Performance的dashboard 大概Logs也可以查到 比較好的查什麼來 也是通過這個方法 去給我們大概的一個理解到 Client Connection 它現在有什麼問題 它現在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遠端去查看 跳過去 所以看這個Performance dashboard 你看這些圖 如果你看MySQL Workbench 它也是大概有一些圖 Py chart 一些Line chart 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些都是通過剛剛說明的一些 TypeScript寫出來 我們可以寫 你其實都可以通過同樣的方法 寫得一無一樣的版面出來 還有一個就是下一節 Ivan都會提的就是Restful的Service 利用到VS Code 可以把你的數據庫 好像開多一個通道 讓我們現在比較流行的 利用到HTTP 有一些命令去查 查看一些數據 我們怎麼樣去做這樣子 我想這部分我挑過去 因為下一節 Ivan都會給大家去做分享 大概就是我們可以開動config 然後開動一個數據庫 裡頭的所說的MRS MySQL RESTful Service 開動了之後 你會在這個服務器窗口裡頭 會看到多一個 Restful的Service 還有你給他的 一個IP地址端口之後 主要的一個名字 MRSABC也好 就是有一個名 剛剛說有一個名在這邊 你打的給他知道 通過這個IP地址 就可以訪問 什麼來的 還之後有什麼一些表 有什麼一個表結構 你要做什麼查詢 Select 還有CLUD,Create,Read,Update 也可以在裡頭 有一些方法指定 還有要安全的去做登錄 也可以通過我們做好的方法來寫 這個我就不演示了 好,那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一些問題 關於中間我提過 VSCook也好 我們雲相的也好 還有今天提過的一些版本號 還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有沒有特別的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在這個靜下來的時間 大家討論 有沒有人用過 其實因為你用 VSCook 有沒有已經安裝過 MySQL shell 沒有 一個都沒有 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 是 因為新出來 雖然說是大概一年半到兩年吧 是吧 差不多兩年了 應該有了 是 是 沒有那麼熟悉 是 沒有那麼熟悉 是 現在有沒有人用Eclipse Eclipse 沒有啊 沒有啊 已經過 最後用大概是一年 原來沒有了 好 然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好 謝謝各位 我們休息五分鐘讓大家可以轉場 然後接下來就 郭哥介紹MySQL Red Service 還是Red Service 但也是架在這個 VSCook上面 但Iverma剛才已經講了不少了 那我今天會再多講一點 Red Service 好 好 也不想 有沒有 可以 有 農會